Arenda Log大概就是幾個部分比較重要 我剛剛特別提到就是 你按一下假設我們用結束來練習 它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上面是Title Message 兩個按鈕 前面如果你叫SET的話 SET Title就是給它一個名稱 SET Message就是給它另外裡面的東西 比如確認視窗是否結束 那就是放在SET Message 取消跟確定 那這裡面的話 取消跟確定可能就是要另外 要去做實作 取消就什麼事都不做 反正就是給它一個NUM就可以 就是說當它按下取消 就傳一個NUM給它 NUM就是什麼事都不要做 那如果說你要確定的時候 要讓它可以實作什麼 實作Unclick 所以你一樣要在上面去檢查一下 使用者有沒有按下確定 所以一樣也需要有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的話就是建在這個確定上面 當按下確定的時候 一樣去實作Unclick的方法 然後呢 只要一個指令 一個方法就叫Finish Finish就是關閉的意思啦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它大概哪一些重點 然後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 字好像太小 我們把它設定大一點 那還記得吧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在那個Editor裡面的那個 這個Editor裡面 可以去找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哪一個呢 FORM這個 一樣 這個Color in the form 裡面的話呢 進來之後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FORM這邊嘛 裡面我講過了 你可以Save as 給它一個Copy 這個Copy部分的話呢 然後你就可以再去把它改成16吧 大概這麼大好了 16如果不夠的話 你再把它稍微放大一些 後面就放大了 這樣看起來應該比較舒服 這樣錄影效果也會比較好一些些 因為將來 如果在YouTube上面看 字小小的其實也很辛苦 OK 不過因為這樣關係放上去 一堆人跟我要Source Call在哪裡 請問老師Source Call在哪裡 OK 那當然就自己打就好了嘛 對不對 主要是要練習啦 最最重要的是 因為Source Call給你們 不是說就是你們複製貼 而是說 減少你們在 學習過程當中的挫折感 因為這東西真的 差一個地方就整個後面全錯了 你可能就會想要放棄了 OK 那盡量就是說 反正照著我的方法 然後也不需要說一直 好像一直亂踹啦 反正就先照我的方法 可以亂出來再說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就是在那個Set 這個 因為我有一個結束嘛 結束的那個 這個對應到這個結束 對應到的就是這個button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 一樣set unclick bend 然後一樣去建一個那個 new button unclick 然後實做這個unclick的方法之後 那主要是這一段 這一段裡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因為我這邊的宣告方法 是直接new 所以一樣 因為我只做一次 所以我一樣去做什麼呢 一個所謂的匿名物件 那那個匿名物件 後面其實也是 alern dialogue 特別是 它後面還加一個builder 就是在那個 alern dialogue底下 還有一個紙類別 這個紙類別就是builder 就是要建立一個那個畫面出來 就由它去幫忙 把那個畫面給畫出來 那後面的話呢 一樣要傳遞給它一個 我們這個class的名稱.less 就是class的名稱.less 不過你剛剛 我們有在toss裡面 用個什麼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不過用那個方法 在這裡不合用 不能這樣用 OK 那主要的原因是 我在猜啦 因為toss 只是還是在 我們原來的畫面上面 可是alern dialogue 等於是另外跳一個 跳一個view出來了 所以呢 如果說你直接用get application context 它是抓不到 我們原來的那個activity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用的名稱 這個名稱是我們的 activity名稱 後面加一個.less 那實際上也是告訴它說 我目前這個activity 誰是主控 然後呢 後面因為我new了之後 所以呢 前面記得不要加分號 直接就一直什麼 直接前面不用東西 點什麼 點settitle 所以你就直接 這個其實就是 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一樣 會有個set set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settitle 那你就打一個set小寫 set 然後大寫t 它就自動會幫我跳出一個settitle 那settitle呢 它有好幾個選項啦 那當然第一個是 你給我一個文字有沒有 chart的陣列 這個chart的陣列就是 你給我一個 什麼 就是一個自串就對了 反正這個意思就是 給我一個自串 或者是說你給我一個int 這個int呢 通常的話 那可能它會自動去 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 resource裡面 去找到有沒有這個key 有沒有這個id 那當然也是可以啊 我們也可以去 去自串支援檔裡面 不過通常是用前面這個方法 我們把它按enter 直接找到它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加雙以號 把那個文字給key上去 那記得後面不用加分號 因為如果你加了分號之後有沒有 它就結束掉了 匿名物件特別重要 匿名物件就是要一直打下去 中間不要加分號 除非你是用一個不是匿名物 就是你要宣告一個landialog的名稱 那就是要加分號 這兩者之間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 ok 第一個就是set title ok就剛剛那個 在set message 把名稱給它 在set 特別注意喔 set 我們基本上的流程 你盡量跟著這個嘛 一 二 三 四 ok 所以呢 三的話是什麼 set什麼呢 positive button 然後呢 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也許你這邊的話呢 你就set 這個positive button的話呢 它第一個就是說 你上面要顯示的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文字在上面 所以文字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給確定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要不要就是 實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取消的話有沒有 後面就傳一個怒喔 傳一個怒喔 就是說呢 你按一下取消 它什麼事都不做 但是如果你希望呢 能夠在那個 確定按鈕上面做一點事情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那個上面的東西喔 叫做 Dialog Interface 它不叫 Button喔 因為它看起來很像一個按鈕 但是呢 它不叫 Button 它叫Dialog Interface OK Dialog Interface Dialog Interface 是一個類別名稱 Witch的 其實就是 Android叫Witch啦 就是一個類別啦 點 一樣嘛 On Click Listener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一定有個小刮弧 然後呢 一定後面會有個大刮弧出現 所以基本上 我們如果說 當然將來自己打的話 基本上是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呢 你會給它一個 New 一個 點Set Positive Button 然後一個確定對不對 豆點 如果什麼事都不做比較簡單 Nore Nore 就傳給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沒有 傳給那個取消 那如果你要確定比較困難 確定是 New一個什麼呢 Dialog 這個可能自己要打一下 Dialog 你打一個DI 就會出現那個名稱 點 跟那個Button上面一樣 On Click Listener 會自動幫你加一個小刮弧 那你自己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大刮弧 放在這裡 OK 特別需要 這個結構 應該 四層相似吧 OK 然後也跟Button一樣 所以以後 你要建立那個事件的話 它的規則都一樣喔 所以你只要熟悉這個手感之後 無論 只是差別就是說 那個 你建立事件的元件名稱不同 可能本來叫Button 然後面的話 我們這邊是改成叫Dialog Interface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你就把游標放在上面 按什麼呢 LT加Enter 它一樣會跳出什麼 Imprimance Measure 有沒有 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不要實做這個方法 喔 要 那我就是點它一下 它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實做On Click 是沒錯 因為我們一定是On Click OK 那以後其他元件名稱不見得 叫On Click 也許叫什麼 On Select 或者等等 其他名稱 反正就是不同的事件 會對應不同的方法 OK 那我們On Click 你會發現它幫我自動寫好程式 有沒有 所以這一段呢 基本上它就自動幫我在這個大瓜糊裡面呢 幫我實做On Click的這個方法 當然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你可以自己打 但是喔 十個有十個打錯 之前真的有同學 因為我把Source 我之前不是給原始打 我是只有拍照而已 後來我發現喔 只有拍照 很多同學就開始 就是 練習 就是有點沒信心了吧 可能看看班級啦 如果程度特別好的 我就不要放Source 自己打 OK 但是你們也是要 盡量還是自己打一下 尤其是最關鍵的地方 因為以後的這些東西都會 都會不斷的在用到 然後裡面做什麼呢 只要打一個指令 如果要離開的話 非常好記 叫什麼呢 就Finish OK 而且你會發現 你打一個F 它自動就會提示耶 所以我發現那個什麼 Android Studio 真的這個地方 比那個Eclipse來的貼心太多了 Eclipse裡面沒有這麼多提示 那Android Studio提示超多的 而且還有很多隱藏功能 沒有打開 所以工程 就是說設計師 在這個地方 如果善用什麼 善用這些東西 Enter一下 程式就寫完了 而且沒有紅色的部分 那最後記得把它Save一下 再把它Run Run起來之後 那我們看到的結果 基本上就長得像這樣子 如果按取消 什麼事都沒做 按確定的話 因為會執行Finish 所以它會把這個App給離開掉 OK 好就沒有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來 這個地方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寫成 想說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寫成那個匿名物件 因為匿名物件我有點看不太懂耶 那如果我要想要改寫成不是匿名物件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啊 它這個地方如果說你要真的自己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那個非匿名物件的話 只是說在前面加一個 把它建立一個物件就可以了 那建的方法 我大概改給各位看 大概就是說 在New前面 多一個 比如說 就是叫Alan Dialog Builder 把它拉到前面 這個地方的話 你New一個什麼 比如說A好了 假設這個A等於 New一個Alan Dialog 這邊記得 這邊把它分號結束 就是第一個是我宣告了一個 A的 有沒有 尋找了一個A 因為剛剛匿名物件是 沒有頭啦 就是都是點開頭 那如果說你要用它的話 很簡單 你就是這邊加一個A A.setTitle 分號 記得要加這個分號 就是說呢 這個物件呢 它是set一個title 這個物件的話呢 它setMessage 記得加一個分號 那這個A呢 多一個setMessage 有沒有 然後記得 最後都要分號 就對了 反正結束的地方 都要加一個分號 A 最後加一個分號 A 最後這個 因為本來就已經有一個分號 所以你不要再沒事 再多加一個 有沒有 改完了 改完之後再把它格式化 Ctrl-Shift-F 這裡是Ctrl-LT-L 它就排整齊了 反正一樣了 OK 然後呢 改完了 這個是所謂的非匿名物件 不過這種寫法 多了哪些地方 這個 加一個分號 有沒有 多一個A 加一個分號 所以基本上 那寫完之後 兩種結果都一模一樣 至於哪一種比較好呢 當然 如果你習慣匿名物件之後 你會發現 它至少簡潔很多啦 尤其是你這個東西 只執行一次的時候 你幹嘛一直宣告 宣告個A幹嘛 沒事 那 兩種方法都差不多 另外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像TOS有沒有 剛剛用匿名物件寫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非匿名物件 為什麼要用非匿名物件呢 其實等一下 如果要把那個TOS 改成圖的時候 可能就用那個非匿名物件來寫 會比較 比較好寫一點點 因為前面沒有頭 後面可能比較不好 不好跑 沒關係等一下再來說明 所以這個是非匿名物件的寫法 所以等一下各位也可以 比較一下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 欸 匿名物件跟 那個 非匿名物件的差別在哪裡 那你一看就應該可以知道吧 OK 差一點的話第一個有沒有 一定前面要宣告一個物件給他 一定會有個結束的符號 前面的話再把這個物件放在前面 還要結束 OK 應該可以看懂吧 反正兩者之間以後人家問你 你不要說你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什麼叫匿名物件 那在 在那個很多地方 就將來也許你們在網路上 Google到的啦 有的人會用物件的方式寫 有的人用非匿名物件的方式 用匿名物件方式寫 如果你抓到那個程式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這樣寫這樣也可以 那其實網路上各種寫法都有啦 所以如果你反正各種都可以寫出來 然後慢慢自己去習慣 當然是最好的 好像剛剛有同學說 老師那個十二個按鈕 我要十二個一樣的那個 button 事件的話 那感覺好像有重複到很多地方 書上面有寫的是用那個 所謂的什麼呢 它是共用 共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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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er 共用一個Listener的話 那你也可以自己寫 不過特別注意 寫的位置 它一定是跟Active的同層級 所以你不要寫在Active裡面 之前的同學寫 如果說你要寫成共用Listener的話 特別注意 那後面再配合那個什麼switch case 去判斷說進來的這個物件 這個button的ID是什麼 然後呢 就自己再去找不同的ID 它也可以這樣寫啦 不過後來我自己習慣 我是覺得那樣的寫法 其實沒有比較簡單 反而更麻煩 所以後來乾脆一個就一個 一個按鈕 或者是一個原件 那就是獨立一個 一個Listener 這樣也比較簡單一些 未來當然 剛才有同學問說 那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那這部分書上有寫 你們也可以試著做做看 如果可以做得出來的話 那當然表示你這部分應該是OK的 以後如果人家給你任何的source 你也可以把它跑出來沒有bug OK 盡可能當然可以自己動手做做看 可以試試看